欢迎继续回到台湾顾问团 台北居大不易 高房价问题已经成为未来台北市长要解决的烫手山芋了 那么连胜文在上午提出了公营住宅政策 他承诺他当选之后要打造两万户的公营宅 只是这土地从哪来呢 连胜文说就是要迁移第一殡仪馆 他说就会有两公顷的空地可以用 将会广邀国内外的建筑团队 参与公营住宅的规划去设计 对抗台北高房价帮无可子无缴住住 连胜文推出住宅政策 承诺如果当选要打造两万户供应住宅 我提出来的政策我是真正打算要做到 换句话讲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 我是以做得到为出发点 连胜文大胆提议 搬迁明确东路上的第一殡仪馆 空出来的土地要来盖公营住宅 我们这未来的目标是按照菜园的建议 三道一个交通上来讲是便利 但是自然这个周遭环境 比较不会有居住的地方 连胜文计划 殡仪馆搬迁到山珠库附近 空出来的两公顷土地用来盖公营住宅 他认为能活络商机 包括石牌 南港等地 也有室友的闲置土地可以利用 要拿来盖公营住宅 公营住宅 现在的需求来讲 三房的反而需求最少 三房的反而需求最少 然后一房的需求最多 再来大概就是两房的 也就是说我们去 透过一人去查一下这个比例 大概是7比2比1 调整公营住宅房型比例 广告里连胜文还忍不住 酸了柯文哲一把 来看5万户住宅 来 去说出来 符合条件的体系 要清查这些空地跟 低使用效率的这种地以后 才有办法去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台北市房价高涨 供应住宅成为PK战场 柯文哲的5万户 推向连胜文的2万户 土地财力 只能找 两人等正被检验 记者张哲鲁 李贯志 台北 曾文汪导 好 我们看到连胜文 又抛出新政见了 他说要迁移一兵 今来您怎么看可不可行啊 一兵迁移这件事情 其实也谈非常久 那其实他那里已经没有在烧 大概都是一个鞠躬的一个仪式 那大概都在二兵 所以那个存在那里 那恐怕现在看起来 明权东路上的那一块地 也是一个精华区了 以现在来看 那其实过去赵宁有讲说 明权东路上面从生到死 旁边还有一个行天宫嘛 所以要签一兵这件事情 不是新鲜事 因为历来几任的市长都有谈过 那是不是能签 那那个考量就是说 包括蔡振元说 是不是要到什么内湖山珠窟 我认为那个可能性 就是说把第一兵馆 放到内湖山珠窟等等 这样的一个想法 现在当然你可以提 但是那个评估的后面 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 当然现在是抛证件 但我必须说 那里的土地价格 恐怕以现在来看也不菲 那里盖青年住宅 他现在的想法是因为 他过去是殡仪馆 那可能有阴森森的 有很多人不愿意 或是对于那个 本身会有一些疑虑 但我要说的是 这个证件的本身 看起来是有新鲜感 但是我要说 他后面要考虑的 更多的问题是 他的可能性跟实践性 如果能做的话 马英九 郝龙斌就会做了 可是马英九跟郝龙斌 都没有做 那这样子的一个证件的 实际的可行性是怎么样 我其实还要打一个问号 那我必须说的是 在比证件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 最近我们看到 他们在做相关的 竞争的过程当中 住宅是一个重要的 就是我们讲 10月4号会有一个潮运 因为青年人买不起这件事情 所以不断地在抛 那这也是 其实四年前 蔡英文跟朱立伦 所谓的社会住宅 青年住宅 合一住宅 这样一路下来 那大家开始重视 那所以这个住宅政策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指标性的 再来看到的就是交通政策 那交通政策 其实从马英九当台北市长 那时候大家觉得很奇怪 八年公车不涨价 你不是才第一任吗 四年吗 他就告诉你 八年公车不涨价 再来好龙斌也是八年 他们现在虽然很保守的 喊四年 我想大概也都会八年 因为大家很奇怪 大台北地区的 这一个方便的大众运输 所以你看他们的其实都是 延续着前面两任市长 大概都不涨价 但是今天看到的是 柯文哲有个比较突破性的 因为在新北市在喊三环三线 台北市也有开始 所谓的三环三线的时候 那公车路往跟捷运路往 需不需要做一个整合 那他特别讲到所谓307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 我知道我自己是知道 他从板桥这样一路路路走到台北 绕了一大圈非常长非常长 所以他提这个冲击性很强很大 没有错 但是我们看所谓在 新北地区三环三线 跟台北不断的在做捷运路往 他确实需要有一个重整 那就是公车跟捷运之间 大宗运输路往的一个重整 那这样的重整 有没有后面动到一些既得力 我认为也有 因为公车那个黄金路段 那个其实要切割起来 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点 那他既然愿意去做这样处理 我认为也非常好 但是我要说的是 交通跟住宅是息息相关 因为他交通本身跟住宅 你如果说青年住宅跟社会住宅 你还要有一个交通动线人 很多人说他要在都市的旁边 他也必须要有一个 这个交通能够连贯出去 然后然后把他们载到市中心 去上班等等 所以他中间其实是有连贯性的 但是乐于见到他们在这个 两个证件上面琢磨去做比对 那哪一个有可行性 我觉得他需要更深刻的做专家 更方便的一个评估 好那不管是这个公车证件 或者是居住政策 骁龙你觉得这两个人的证件比一比 谁会比较有执行力 我觉得两个人都在 都在比较情 那就看 对我来讲 我只能被迫在 好像在谈公共政策的过程当中 挑一个比较不较情 那包括在在谈到谈到所谓的住宅问题的时候 当然一兵当然以台北市的城市发展来讲 一兵一兵是应该动的 一兵是应该动 你在一个一个已经很核心的区域里面 旁边的是荣幸花园 一边的是行天工 然后周围 因为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零币设施 那个地方不迁对台北市的 就是北区的这一块来讲 其实发展是受很大的限制的 那边的房价 几乎是台北市 平均房价最最低的区块之一 那个当然是应该迁 可是在台北市的找地的方式 其实还有很多 重点是说 在台北市可以 可以轻易的做这种 所谓的低价的公营住宅 让年轻人一种暗示 就是说我这个推出来之后 你们就可以在台北市买到房子住 天方夜谭 你真是天方夜谭 你们总是用这种的方式 所以这是虚的 对 你就总是用这种的方式 去欺骗年轻人 台湾过去几十年的结构 已经非常的清楚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从林墙开始唱 最前以前就开始了 年轻人 我要来去台北打拼 听人说什么好夯都在那 为什么 就是年轻人不断的往北移动 往北移动 整个我刚刚举的是 桃园的利益历史 台北市也一样 它没有房价下跌的空间 它的土地的利用 已经越来越精密化了 你要去找土地 除了从一些公用的土地当中 再重新试出 比如说现在学校 小班 学校的控制越来越明显 你可以把一些学校做整并 之后把一些学校释放出来 这个是可以办得到的 但是重点就是说 你给年轻人这样的暗示 你真的办得到吗 其实所有的都会区 我们对都会的想象 不应该在一个行政区的想象 而是应该总体一个北台湾大都会区的想象 如果你是相对的 比如说比唐强龙差30岁的年轻人 我们年轻之后人 如果我今天是在年轻30岁的话 我绝对不会笑想 就是说我毕业没多久之后 政府会在台北市里面找一块 刚刚举到的一些地方 在一宾的周围 在北头区的石牌的附近 盖公营住宅 然后年轻人可以站在地方买到房子 真是不可思议 30年前我都不敢这样子想 今天你会让年轻人这样子想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选举可以魅俗到这样的地步吗 我觉得大家不要在那边比夸张的 这种事情我老实说 没有人办得到 也不应该办到 办到就是个灾难 好所以联科阵营 他们提出的证件到底是真讨好 还是根本就是个假议题 稍后继续回到台湾顾问团